经验最新还要继续追踪文化大学疑似爆发校内群聚感染事件 昨天才公布新增4名住宿生确诊感染 而且他们不是同寝室的室友 就怕学生在宿舍内来回走斗又使用共用的位于设备 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 台北市政府一大早就前进校园设置了快筛站 针对仍然留宿在学校有345名学生全数进行快筛 那么晚间最新消息是 已经完成快筛的314位同学当中 有14人呈现阳性反应 只有一个人他是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 其他阳性个案他们都分布在不一样的房间 将要等待PCR检测结果出炉 化学兵使用消毒药剂在宿舍走廊来回喷洒 厕所隔间也不能放过 因为台北市文化大学校内再传出学生确诊 29号一名本国籍学生回台中后发现确诊 紧急通报校方学校立即把同寝室室有隔离 隔天三楼男宿舍外籍生因为身体不适就医确诊 同一层楼的另外两名外籍生因为要回国做裁检 也被验出阳性还无症状 三天内男生宿舍爆出四人确诊 北市府前进校园设立机动筛检站 宿舍内学生通通做快筛 我们判断说这个有可能会有群聚感染的危险 然后就马上出动快筛对去 就很迅速的把这个可能散播的这种群聚感染 把它处理掉 宿舍内345位学生207人在校内筛检 其他107名学生则搭防疫专车 送往薄皮疗或是联合医院阳明院区快筛站 目前有14人快筛阳性 阳性率达4.46% 其中有一个是比较密切 那另外的部分都是比较一个 散步在不同的房间 在共用这个微孕之外 那有时候同学也会去 可能在宿舍中可能会走动会聊天 或者是去串门这样的状况 都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感染 国内医师也指出 病毒的确有可能留在卫浴间 并且存活一段时间 现在持续验出其他学生阳性 恐怕让校园人心惶惶 记者台北众合报道